各位旭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定型技巧 今天主要介绍呢 脚上的定型方法 围棋中脚上局部的形态也是千变万化的 脚上的死活问题也常常出现 这里所说的脚上的定型 一般不涉及到死活问题中的如何攻杀 但是对脚上的某种虽是活形的形 一方可以以死活问题相威胁 减少对方脚部的目数 从而在这个形状中获取最大利益 这就是脚部定型的含义 脚上的死活形设计面也很多 这些脚上常见活形进行定型 了解这些手法对于收束定型大有必益 本节的内容只要能熟记 并能对实战中的各种脚部定型大有光重 好下面我们来看看第一型 这是在机器中最为常见的形状 可最后的收关定型却不能忽视 按照最普通的下法呢 如果是接上的话呢 对方就补一个 这样飞机就错过了最佳定型的机会 以后呢 如果要算木呢 大概是算成这样 这样呢 这个白器有六目之多 或者呢 这个机器如果是斑呢 对方也不会跟你计较 他也就是补一个 最后呢 也差不多 脚上也是有六目之多 所以呢 问题的关键呢 是不能够 让对方呢 这么顺利的就抢卷到这个 要点 所以呢 第一次要点 即我之要点 在本型中呢 也同样适用 点一个呢 很威胁到了这个 这个白器的死活问题 因为白器现在确实也没有什么 好下法 他这个器呢 比如说呢 他这个 大概呢 一般只有顶一个吧 如果走这个对方一接 这个你反而死活会同问题 这个器一般顶一个 是正形 那这大致如此 然后呢 这个白器 黑器接上 白器呢 在顶住 这个双方呢 大致如此 因为白器也一定要注意到自己的死活呢 也有问题 所以他现在要补上 这样 黑器呢 就明显的 就比刚才那个图 刚才最开始那个图 我们是说 白器是六目 如果现在呢 就是白器大概是四目 就是以后双方这个算利的话 就是四目 虽然白器以后呢 也有可能就是 把这个给接上 就是白器以后 有可能把接上 但是呢 黑器也有可能以后会提过来 这个反正这个双方都没有什么木吧 就 这个 所以 这个黑器就比刚才呢 是便宜的两木 好 那么这个地方呢 黑器也有一种别的 白器也有一种别的下滑 就是 当下在这个地方 你扑的时候呢 它有一种争先的下滑 这个黑器要注意 这个 它有可能提掉之后 你如果提的话 这个白器就先手做活了 啊 他就可能会拖先走别的地方去了 不过呢 这个 呃 征先呢 就要看具体的关子情况 比如说如果是 呃 就 就是 黑器 白器把这个 黑器把这个提掉之后呢 它本身呢 它关子方面有收益 所以呢 白器如果没有特别大的 关子的话 一般还是要应用的 但是这个器呢 黑器呢 还是要 呃 注意一下 就是注意就是 注意点什么呢 就是黑器如果要提的话 就落后手了 啊 但是如果不提的话呢 这个以后让对方给接上的话呢 这个黑器反而在左下的定型之中呢 反而可能会损一幕 现在如果是再算那个呃 白器的木的话 就变成是有七木起了 对 就是比刚才六木还要多一幕 所以这个黑器要注意 就是说 如果是 呃 对方出现的话 你如果呃 就是 就是对方争先的话 你如果提掉 就会落后手 但是你如果呃 呃 在这个时候你也意识到 要争先手的话 那么就要注意 以后如果是白器在这个地方 如果以后白器在街上的话 黑器反而在这个地方会损一幕 所以这个定型之前呢 就要考虑好啊 这这个具体的官司问题 另外呢 还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这个点的时候呢 黑器也有可能有这种下方 这也是一变 但是呢 并不怎么样啊 在你如果走这个 他然后尖 这个黑器反而会 白器反而会变得更加麻烦 你如果要维持自己的活器呢 大概只能走这里 然后呢 呃 这个 黑器把这个接上 啊 黑器接上之后呢 他 然后大概只能牢牢 试试走这里 然后黑器走这里 就构成了一个双活 双活的话 白器他一幕都没有 所以这个器呢 白器 还不如刚才的变化 就是 呃 所以当然了 这也是一变 啊 这个 在某种情况下呢 可能 也可以这么考虑 比如说 呃 他立到了左边的这个 硬腿啊 他以后可能会在这些地方 是不是有 有一些手段 当然这个 这个 我们还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 另外呢 这个器你如果立的话呢 呃 他肩上好齐 然后呢 接这个的时候呢 呃 你接这个是正确的啊 你如果什么去打他的话 就更不好 打的话呢 呃 他呢 他这个器他以后 铺一个啊 这个 你就更麻烦 对吧 以后呀 这个器 如果 如果要 还要走下去的话呢 这个 还麻烦一些啊 这个你还要 落个后手 还要去把这个 补掉 所以这个呀 这个这个 白器就更不好 好 那么下面是这一行啊 就是这一点呢 对于双方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 跟器要定型的话呢 就要走这样的定型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下一行 这一行呢 也可以说是非常常见的 那这个是 也是 小猪嘴里面的一行 这里说观定型呢 也值得注意啊 这个 白器脚上呢 它肯定是活的啊 因为你不管怎么走 那看这个器 它都可以做活 都可以做活 这个器是标准的 是活形啊 以后 因为它没有撞气 你如果是这么走的话呢 可以 可以 可以把你 吃成长龙牛 所以呢 这个吃器呢 是不行了 那么只能够就收官 收束定型了 但是呢 这个收束定型呢 也是有讲究的 如果没收束的话呢 就会受损 一般的朋友呢 可能会想到这个挡 但这个挡呢 是 就是受损的 标准型 如果这么挡 对方就做活 然后你再立一个啊 以后呢 这个大概是双 算双方立啊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白器有四目琴 所以呢 这个挡呢 是俗手 那么 到底该如何定型呢 这个琴呢 要单立啊 单立比较 好 单立的话呢 它这个琴 反而比较为难 它这个琴 如果要维持 它的活琴的话呢 它只能走这里 就是以后脚上 有这眼 往外边上拐有这眼 所以你呢 先把这个眼给破掉 然后呢 它大概要 这么补 做活 然后你再打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 黑琴啊 白琴啊 它只活了两目 所以这个 飞琴这个定型比 它要便宜 那么有朋友可能会想 就是说 你单立的时候 会不会遭遇到它拐呢 它拐 它还想获得便宜呢 就是不让飞琴 获得便宜呢 那么 但是这个拐是不成立的 因为它点了之后啊 这个以后 它做活会成问题 它以后 这个琴 然后让对方一打的话 就会形成一个对白琴 很不利的一个结症 就是以后 你不管怎么下巴 这个就会形成 对你不利的结症 比如说你如果走这个 那么然后再提 它会可以提这个 你如果是走 就是 这个死活已经成问题了 你如果走这个 它也可以 它也可以 反正反正就是个打结活了 这个本来是可以进活的 变成个打结活 这个当然对于 对于白琴来说 是很不利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要注意这个力呢 是在这种局面下 收官定型的好手 那么如果是白 黑琴 他在白琴 他如果先下 他在如何下呢 白琴先下呢 他要白琴 要在右下角定型的话 就直接就做活 你如果挡一个呢 他就已经防止了 对方开始那种 单力收官 把它压缩成两目的 那种手段 你如果不走的话 以后他就有这种小飞 或者是大飞 小飞 他就是这种 一路上的小飞 收官的方法 这白琴要定型的话 就直接就做眼 就是 不要千万不要 什么去拐了一个 然后再什么走 那样还不如单做眼 因为单做眼之后 以后有可能小飞 有可能大飞 单管你还要 还要老老实实去补活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这个单 这个单管了之后 脚上反而不活 这个是刚才 脚 这样走了之后呢 这个脚上 反而他 他以后呢 他不好做战股牛了 就是以后 他在这个地方 做战股牛的话呢 反而会出现一些 就是你如果再做战股牛的话呢 这个 反而会有问题 主要是 这个拐反而撞紧了自己一切 这个请大家注意 就是这个单力的话 他如果走这个 然后再铺 这也是打击的 好 那么这个行呢 我们就给大家去介绍到这里 然后我们再看看下一系 现在呢 这个行呢 是左下角的这个 白旗 该 黑旗该如何 并行收官 这个形状呢 也是很常见的 这里的收官也是 并行的一种基本功吧 好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 黑旗如果是翻一个的话 会怎么样 翻一个实际上是个错招 但是呢 白旗千万不要跟着黑旗 一起错 你如果什么退一个的话 那么这个旗就错了 然后对方一跳点的时候 你只能够拦住了 因为要维持死活的话 只能拦住了 然后对方往里面一靠 这个旗就变成是 黑 就是白旗就没有一幕了 所以所以这个白旗呢 千万不要跟着飞旗 一起错 白旗在这个时候走这个就 没有一点问题 脚上呢 如果要算木的话 可以算作是四木 这个由五木到四木 这个差别是很大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飞旗的本身扳 它也是一个错招 它这个旗要走呢 就应该单点 单点的话呢 它一个是要盘度 一个是要在脚上的施展手段 所以呢 这个旗 它呢 大概呢 也还是要走这个 还是要走这个 然后你再往脚上拖 这个黑旗 比刚才那个图呢 它效果还好些 因为黑旗 因为开始 它在一路上搬 还让白旗打着了以后 还有旗的手段 它走成这种局面的话呢 它以后 这个连白旗踢黑子的机会都没有 所以这样的话 黑旗呢 是黑旗的最佳的一种变化 那就是白旗脚上 是没有一木旗 好 那么 我们看看呢 另外给大家介绍 一个和这类似的局 就是大家千万不要搞鬼笑 就是一气 有一气之差啊 就是现在这个图呢 和刚才比呢 这个白旗多紧的一气 这个呢 就会产生差别 这样呢 就不仅仅是关子问题了 而可能会 而成为死活问题了 这个旗如果再让它点进来的话 这个 如果你还是走这个 因为这个白旗的气 更紧了 所以当它传这个的时候呢 这个旗就不能立了 这个旗 因为如果你立的话 对方一斑 它可以是这样吃这个 黑旗的接骨龟 所以这也是这个旗的差别 所以在它走这的时候呢 白旗只能够走这 然后呢 做成一个对白旗不太有利的 对白旗不利的一个打结火 这个我们再回到开始那个图 这个是不一样的 在这种局面下 这个旗就不能断 断的话它不会在走这里 跟你做打结火的 那这个旗有利 利的话你这个旗你搬不过去 因为搬的话它可以走这 你再吃的话 这个旗 因为外面空了一旗 不存在接不回的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 所以飞旗就不能够断进去 而只能够在这 受关 所以这个一旗和 这个外面一旗和两旗 是有较大的差别的 好 好 那么我们下面呢 再继续给大家介绍一行 这个旗呢 也是一个 这个是号称大猪嘴吧 大猪嘴的一种变化 但一般我们说是 大猪嘴是斑点死 但是呢 现在这种局面下 因为它有了一个一路上的斑 所以呢 这个旗呢 它吃是吃不死 但是呢 白旗呢 要想办法 飞旗要想办法 就最大限度的收关 就是 黑旗有收关定型的好次序 在这儿呢 它应该是 先扑一个 因为扑一个 它不好提 扑它如果提的话 这就变成和大猪嘴一样的气息 再点一个这个 白旗就要出死活问题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它能够扑一个的好处就在于呢 它能够退 扑了这个 对以后坐也有好处 它能够退 但是这个后面的这个黑旗也要注意 这个地方 就是要注意收关的次序 这个地方次序呢 要走这儿 走这儿的时候 它不敢提 它如果提的话 你可以走这里 然后吃旗 就能够把 这个白旗全部给吃掉 所以呢 你如果走这儿的话呢 它呢 只能够在这儿老老实实做活 而这也是这个白旗为什么扑一个 它就可以活 如果没有这个扑的话 黑旗就可以往里面爬 但是呢 有了这个扑的话 它以后你爬的话 它就可以提坐也 所以这也是它 这个为什么扑有 就是有好处了 那么白旗就只能够萎缩到这里坐也 那么以后呢 这个旗大概会形成 什么形状呢 就会 以后会形成这种局面 这种局面的话 这个白旗呢 就只有三目 要是你这个白旗就有三目 但是另外一点啊 就是说你这个 你没有走这个单阶 逼迫它走这里坐活 你是呢 你这个不必去单阶 而是单提的话 那就会产生问题 那么它这个旗它 就可以走到这里 那么它脚上这个旗就活了 然后你再去接的话 那么这个旗它就不会了 去补在这里 让你给你 让你给打进去一目 变三目 它这个旗它就可以 直接走到这里 变四目 这个就变 变成黑旗 其实因为 因为走错了这个单阶 和单提的这两个次序 就导致黑旗会损一目 所以这个 在这种局面下 一定要记住 单阶逼迫对方走这里 因为它现在不敢提 提的话 你走这就可以 把它全部给吃掉 所以它只能够强占这一点 然后你再来提 它再 这样就可以把对方压缩了 三目 这个次序 很重要 因为有时候在半目胜负 很细的情况下 可能就这一目 就会影响胜负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 再来看看 有一种情况的观子 也是这个形 就是 黑旗除了这个铺之外 它还有一种定型的方法 它还有一种定型的 也是这种点 前面也有这种点 点这个也是威胁到白旗的死活 那么以后 那么以后这个大概呢 也会下成这种局面吧 下成这种局面 但这种局面呢 这个 黑旗啊 它并不便宜 我们看看这一旗呢 白旗的最后就成了三目 和刚才那个三目是一样的 但是黑旗的 提了两个子 也成了三目 这个黑旗在这个地方呢 便宜的三目 但是呢 你要注意呢 在下边呢 因为以后可以算作 白旗是这样的便宜 点了之后和你交换 就是黑旗在下边的三到四目 就会存在了 就是考虑到这一点呢 这个 黑旗就白 黑旗可能还有所亏损 因为黑旗在左边得了三目 就提了两个吧 但是在下面呢 这个 它可能损了四目 所以这个 就损了四目 这个在目处方面呢 它还不能开始那种定性方法 但是呢 这个旗 我们再换一种 因为主要是因为呢 它最后吃掉的这个呀 就是 是两个字 我们再换一种构图的话 就可能这种收关会比 这种点收关会比开始的铺要好一点 那么我们再看看一个 这个变化图吧 就是 我们再看看一个变化图 就如果是下成这种局面的话 它两个变三个的话 那么现在呢 这个黑旗的这个铺这个变化呀 就可能 不如开始的点 因为如果还是下成这种局面 我们看看啊 9 你看它是乘三目 但是呢 它如果是三个字的话 它现在如果来点 如果还是形成这种局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这样的话 这个黑旗就比较便宜一些 因为黑旗现在它提三个 它现在提三个就是在这个方向 它得了五目旗的利益 然后即使考虑到 以后这个是白旗以后的权利 但是它在下面损也只损得了四目旗 那么这样的话 这种定型就黑旗 就是你如果能够吃到三个的话 那么这就是最佳的定型方法了 所以这个定型呢 要根据旗子周围的实际情况来构定 不可使银费 好 那么各位请 下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定型 就是这个定型呢 也比较有趣 本图呢 也是实战中较容易遇到的形状 这里的定型呢 很有意思 我们看看啊 就是平庸的下法 平庸的下法呢 大概是首先呢 要防止对方在这里搬 就是我先来搬一个 先来搬一个呢 这个它呢就把这个给打掉 因为它呢 也要以后呢 也要防止是不是你有这个 就直接靠进来的手段 所以它这个时候呢 它不急得挡这个 先把这个弱链给补上 然后你再爬 这样的话呢 这个可以白旗的脚上成了四目 但是呢 它主要呢 白旗以后有一个余力 有一个很大的余力 就是以后 它有这个余力 非常的舒服 就是黑旗走了半天 没有把这个口给封住呢 总是很遗憾的 所以这个手段上 黑旗是不便宜 那么 黑旗又该如何下呢 黑旗在这个时候啊 抓住对方的这个形状上的弱点 直接靠一个 这个是好气 如果呢 是等这个的话 你一般马上就形成了一个 带有死活问题的 截灯 这个截灯就关系到白旗的死活问题 当然白旗不嘛 因为是白旗单方面的死活问题 当然这个旗就很重了 截就很重了 所以呢 它这个肯定不行 它大概呢 需要是这样的反击 这样反击以后 黑旗呢 往里长的又是好气 长的时候呢 这个 它大概呢 是铺一个 铺一个之后 然后 黑旗就把这个接上 黑旗呢 首先呢 防止了对方在左边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提 开始那个图就要好些了 然后呢 因为 这个以后 因为考虑到这个旗 的死活问题吧 所以它大概现在呢 也只能够接上 接上的话 然后 黑旗再来翻 那么白旗 死活还是成问题 然后呢 只能提掉 这样的话呢 白旗成了五目旗 比刚才那个成的空呢 需要多一目 但是呢 黑旗左边这个 一路上的这个口呢 本来是白旗 刚才那个图是有提一路的子的 那个旗 但是这个 这个黑旗已经把它防止住了 所以从 这样说的话 这个黑旗比刚才那个图要强多了 就是两边它都完美的 就封住了 那么我们看看 它的这个死活问题啊 就是 它那长的时候 如果它强行提会是个什么局面呢 这个万一走不好 这个黑旗千万别损进去啊 但是呢 这个大家一定要也要算清楚 就是这个强行提 它是也要担很大的风险 就是强行提的话呢 你呢 就可以走这个地方 就 搬 搬的话啊 它这个提呢 它只能够 通一个 因为它走别的呢 最后都会有问题 它只能够铺一个 铺一个之后 你再往里面爬吧 爬的时候 它然后再接的时候 然后你再提 这就会 也同样的也会形成关系到 白旗整块的一个结针 这个当然 不是黑旗有力的 打结 因为黑旗 这个图呢 是近似于无忧结吧 因为是 白旗整方面的死活啊 所以 这个呢 也是一个变化 那么 请大家注意一点啊 就是说这个 旗行也一定要注意 如果是在这种空气器的情况下 一定要是这么冲了之后 然后再去收关 而如果是 你没有去冲 靠 而是单搬一个 让对方 在这个地方 走好之后呢 那么这个 灰旗 就亏损了 因为 因为这个旗啊 灰旗 sitten 先来 先来 McKinn